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经度在《出埃及记》第五章 十五节到六章一节 昨天提到摩西亚伦终于去见法老 没想到法老不仅没有按着摩西亚伦他所说的 容我的百姓去 反而加重以色列百姓的苦功 所以在十三节说 都公的催着说 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功与先前有草一样 所以这个甚至在十四节 法老都公的折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 说你们昨天今天 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树木做砖玩你们的工作呢 昨天就提到法老的都公就折打以色列人的官长 今天的经度就在竖节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 他们就来陈情 我们来看今天的进度 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 为什么这样带你的仆人呢 这里的哀求是指呼求的意思 以色列人遭遇困难的时候 他竟然不是呼求约和华神 他们是呼求法老 然后呢 他们怎么样称呼自己呢 他说 为什么这样带你的仆人呢 他们称呼自己是法老的仆人 十六节 都公的不拔草给仆人 并且对我们说 做砖吧 看啊 你仆人哀了打 这里的你仆人是指 这个以色列人 就是法老的仆人 以色列人哀了打 其实是你百姓 你百姓是指埃及人的错 所以以色列人的官长被折打之后 就来向法老陈情 说 我们不是不交专 是你的都公 埃及的都公不给我们吵 那怎么会来打我呢 所以他们好像来呼求法老 然后自称为是法老的仆人 非常的恭敬 非常的卑微 十七节 但法老说 你们是懒惰的 你们是懒惰的 所以说 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 法老并没有同情他们 而且法老非常的诡诈 他把以色列人的苦情 把他扭曲成 他们是懒惰的 而且法老特别还指出来说 所以说 你们找了一个借口 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 那这句话是谁说的呢 不是以色列官长 是摩西亚伦去说的 所以他们立刻知道 是摩西亚伦坏的事 这是法老的一个诡诈 他借着加重以色列人的重担 让以色列百姓 跟摩西亚伦中间有了仗力 就是摩西亚伦 性匆匆的来 那结果是坏的事 十八节 现在你们去做工吧 草事不给你们的 专却要如数交纳 本来以色列人的官长 以为是埃及的都公偷懒 所以来陈勤 来跟法老呼求 没想到呢 这个命令是直接从法老下的 所以这时候 以色列的官长才知道 事情不妙了 十九节 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 你们每天做专的工作 一点不可减少 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 就知道 惨了 原来真的是法老要我们做这件事情 二十节 他们离了法老出来 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这些官长 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失望 很惊恐的 从法老这边出来 看到摩西亚伦 他们在出来的时候 在那里讨论 一定在那里讲说 就是摩西亚伦坏了我们的事 就是摩西亚伦去找法老 说什么我们要去祭祀耶和华神 要不是他们这样讲 我们今天也不会那么惨 就在那里讨论的时候 看到摩西亚伦站在对面 所以他们就非常的 这个愤愤不平 二十一节 就像他们说 愿耶和华见察你们 施行判断 其实意思是说 愿上帝审判你们 看看你们做的好事 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 和他成仆面前有了臭名 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 就是 是你们把刀给法老 和他的成仆 就是那些毒工 让他们可以来欺负我们 愿上帝审判你们 看看你们做的好事 这里特别要解释 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 和他成仆面前有了臭名 在新译本的翻译是 因你们使我们的香气 在法老眼前 和他成仆眼前都发臭了 这个香气原来的意思是 指献祭 燃烧祭物 焚烧祭物 有的那个 辛香之气 所以他用这个词 这些 以色列人的官长用这个词 其实表明了他们心里面的想法 他们是说 原先侍奉法老 我们是在敬拜法老 所以我们在他面前有这个香气 我们讨好他 我们努力的工作 现在 法老不接受我们的敬拜了 我们的香气变臭了 就是法老不接受我们的敬拜了 看看你们做的好事 不晓得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里哪里有问题 摩西亚伦 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见法老的 可是呢 他们却要 耶和华审判 摩西亚伦 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昨天已经有谈到 在第五章一节 摩西亚伦去见法老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这样说 上帝这样说 荣我的百姓去 在第十节呢 法老这样说 所以是有两个权柄 上帝说 结果 现实呢 是下场更惨 法老说 哇立刻 风行草原 法老的命令立刻被执行 立刻被观测 从生活的现实来看 我们会发现 对以色列人来讲 上帝的话 好像没有能力 法老的话 好像很有能力 所以对 这个以色列人来讲 法老恐怕 才是真正的上帝 法老才是真正的 他们应当敬拜的 法老呢 是在埃及 他也自称为神 所以这时候 以色列百姓 他们在心里面 基本上还是敬拜法老的 可是很特别的 他们竟然说 愿耶和华检查你们 愿上帝审判你们 他们没有想 是上帝派他们来 是耶和华神派他们来 那现在呢 他们竟然说 那看看你们做的好事 愿上帝审判你们 这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一个公司里面 有两个基督徒同事 那这两个呢 在公司上班 也很好 也很努力 本来也很得主管的 这个赏识 看重 结果其中呢 有一个基督徒呢 他就发现这个主管呢 在道德上有一些瑕疵 在他所做的事情上面 有一些问题 为了公司的这个前途 为了老板 所以他就鼓起勇气 去提醒老板 告诉老板说 我们这样做不是很合适 我们可以有别的方法 虽然公司的盈余少一点 但是我们可以走得 长长久久等等 没有想到老板呢 听不下这个建议 然后反过来觉得说 哎呀 怎么基督徒这么讨厌 这么麻烦 所以回过头来呢 就对基督徒 有很多的偏见 那另外一个基督徒同事呢 因为这样子 他就非常的生气 对这个基督徒说 都是你啊 你害我耶 愿上帝审判你啊 你害我 本来可以加薪 本来可以升迁 现在我的大好前途 都被耽搁了 就是你害我 所以你可以看见 那到底我们真正 在敬拜的是谁 我们到底真正 想要从谁得着祝福 到底我们一生 在回应谁的心意 谁的命令 对以色列人来讲 从他们的回应 从他们讲的话 我们看出来 他们其实真正敬拜的是 这个法老 他们认为法老 比较有能力 所说的话 比较具体 立刻实行 上帝说的话 我们看不到 上帝的应许 我们抓不到 所以他对摩西亚伦 有很深的责备埋怨 二十二节 摩西亚伦 他们被这些官长将责备之后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 说 主啊 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 为什么打发我去呢 自从我去见法老 奉你的名说话 他就苦待这百姓 摩西说 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 因为 这跟摩西他想象的结果不一样 他以为他去了 那么法老就要赶紧让以色列人离开 因为上帝吩咐他 那这个呼召他的上帝又说是自有拥有的 他又行了神迹 所以摩西当然信心满满 其实摩西他没有留意 在四章的二十一节 我们说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三 是上帝总结了摩西的侍奉 在二十一节说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 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其事行在法老面前 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 他必不容百姓去 上帝早就告诉摩西 法老的心刚硬 他不会让以色列人去的 可是对摩西来讲 他没有办法 那时候还没有办法理解那么多 所以他有一个期待 他去的时候应当带来改变 可是没有 所以他说 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 然后呢 为什么打发我去呢 这是有点抱怨 你为什么害我 害我在以色列官长面前 又被讨厌了 结果他们来向我抱怨 自从我去见法老 奉你的名说话 他在提醒上帝 上帝你记得吗 是你要我去哦 我可是奉你的名说话 不是我自己要去的 也不是我的意思 是你的话 是你的意思 结果呢 后果是 他这个是法老 他就苦待这百姓 然后摩西说 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 摩西感觉到被欺骗 被上帝欺骗 摩西感觉到被上帝背叛 他觉得上帝好像挖了一个坑 陷害他 害他呢 被以色列人这些官长讨厌 害呢 以色列百姓更惨 然后他心里有很深的痛苦 很深的抱怨 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 上帝是创造全地的主 面对人 一个渺小的人 在时空中很有限的人 这样的顶撞 上帝没有说 摩西你知不知道 你在跟谁说话 摩西你有没有搞清楚状况 我老早就提醒过你 摩西 这个这么样渺小的人 神竟然 耐心的回应他 第六章第一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现在 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 使他因我大能的手 容以色列人去 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 上帝 很有耐心的 在告诉摩西 说 现在 你必 必就是一个应许 就是说你一定会看见 你必 看见 这个 里面有两个动词 一个是看见 一个是 向法老所行的事 那个行 现在是 现在 这个时候 你要看见 看见什么呢 看见跟行 是未来事 就是 你现在要看见 将来我要做的事 就是说你现在必须看见 我将来要做的事 那现在怎么看见呢 这当然是一个信心的眼光 在信心里面看见 所以上帝其实是跟摩西说 你现在要相信我 你要有一个信心的眼光 看见 我一定会这样做 这个弊 就是我将来一定会用大能的手 让 以色列人离开 我们再回来看这一段 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什么呢 就看到 其实也是我们在信仰上常常会经历的 就是生活的现实 生活的实际 跟上帝的应许 我们在信仰上理解 认为应当发生的事情 有一个落差 上帝是公义的嘛 可是为什么世事上有那么多的不公平 我在 比如说我们在公司里面 在学校里面 在关系当中 在整个我们所接触的 这个生活的现实 就是不公义啊 就是很多的贪赃枉法呀 就是很多的邪恶污秽啊 就是很多的失望 神不是爱我吗 神不是医治者吗 为什么上帝的应许 跟我生活的实际 有一个这么大的落差 以至于我们真的认为 我们的老板比较有能力 我们真的认为 政府官员说的话 做的是比较实际 所以我们的信心 我们所依靠的 不是神的应许 不是神的话 我们所依靠的是法老 是人的话 就好像以色列百姓一样 所依靠的是 这个法老 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 甚至有些时候 我们的感受会像摩西一样 你一点没有拯救他们 我们心里面想的是 上帝啊 你一点没有帮助我 你一点没有拯救我 可是呢 上帝回忆摩西 你必须要有信心的眼光 你要看见我将来必定成就的事 现在的应许虽然你看不见 但是将来一定要成就 一定要成就 我们从除埃及记后来看 确实 上帝用大能的手 超乎我们所想象的 超乎我们能理解的 带领了以色列人 除埃及 以色列人那时候怎么能够想象 这个 海要分开呢 红海要分开 立起成雷 人要走干地呢 从海中的干地走过去 这是无法想象的 可是上帝带领他们 见证了这个神迹 我们也要相信 上帝一定要成就他的应许 以至于我们现在 不要把我们的信心 放在看得见的这些人 放在法老的身上 而是放在上帝的应许 上帝的话 而中间确实 我们会有一个落差 这个所代表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上帝说 我们要有信心 现在 你必看见 我们现在 求神也让我们看见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生活 在 每天的工作 每天的环境里面 确实我们有时候 也软弱 我们觉得老板 比较有能力 我们觉得 看得见的人 这些官长 政府官员 所说的话 做的是比较具体 比较实际 以至于主啊 我们把信心 放在这些看得见的人的身上 好像以色列人 把信心盼望 放在法老的身上 然而主啊 你也要我们 有一个信心的眼光 单单的相信你的应许 单单的相信你的话语 求主 主怜悯帮助我们 特别为着 有许多弟兄姐妹 在 这个时候 可能感觉 被神欺骗 可能感觉 被上帝背叛 然而主求你 在这个时候 兼顾我们 兼顾我们的信心 透过今天的经文 你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有一个信心的眼光 虽然 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 环境状况 是这么样的 令我们失望 但是 我们相信你的话语 相信你的应许 直到将来 你必定要按着你的应许 全然的成就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